Hello 健康好人生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Jennifer 余香瑩 我自己平時都很注重健康 現在我有些tips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其實懷兩胎小朋友的心態都幾不同 第一胎就真的沒有想過體重控制 因為當時就照到華女兒的體重偏小 自己就很擔心 特別第一胎很緊張 所以就沒有想那麼多 不斷喝很多燉湯 或者什麼都吃 健康不健康的都吃 希望女女可以長肉一點 但最後那些肉就長到自己那裡 女女出生都追到一個磅數 但比我比較重的 我第一胎重了45磅 最後到生之前我是165磅 所以第二胎有經驗 第二胎都知道生完之後 可能要面對種種的工作 因為有電影要上映 所以在懷孕過程 自己都比較吃得健康 和小心一點 就是選擇多些 可能有營養的東西 蛋白質 或者是一些有維他命的東西 或者是給寶寶頭髮 眼睫毛 生長得比較漂亮的 黑芝麻 所以第二胎就沒有重那麼多 最後就重了30磅左右 第一胎確實是要長時間少少 但也不是很久 我記得好像去到五個月 就去到生嬰兒之前的磅數 但真的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試過通淋巴 焗一些葉煎出汗 摘土 因為現在都很流行摘土 摘盤骨和複殖機很重要 然後又有做一些融資機 因為我是開刀剖腹產 所以三個月後才可以做運動 所以一踏正三個月 我立即找了健身教練幫忙 做一些產後的運動 其實運動是受得最快的 所以自己覺得前者都是輔助 最重要是運動 還有要下手下腳臭小朋友 因為臭小朋友 當你很專注去臭的時候 晚上不能睡 或者是你經常抱著它 它又開始越來越重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好的減肥運動 我很記得最初 我還沒做很多腹運動的時候 主要是做手和腳 我主要是去健身房 做一些卡迪奧運動 或者是少少負重的運動 因為始終是你產後 剛剛開始做運動 很多負重的東西 教練都會建議不要太吵 所以最初都是卡迪奧運動 比較多出汗排汗 真的希望自己的新陳代謝 恢復快一點 所以我主要都是做健身 還有行山 我喜歡行山 也都是很好的親子活動 雖然嬰兒 雖然嬰兒還沒適合行 但我背著她 她又會周圍看 又會跟她說 這裡是天空 藍天白雲 有雀鳥 有樹 其實她聽得明白 所以我女兒都比較早說話 因為我經常都帶她出街 就背著她出街 周圍跟她說不同的地方有些什麼 我自己就 因為我講到別人 我很喜歡去走 走上山路 走到上面 山頂就有一個平路 現在女兒懂得走 懂得跑 我通常都會上山頂上面 乘車上去 先走那條平路 那個慎運勁 這樣女兒就能處理 然後她又覺得很開心 可以跑動 又不怕她跌倒 我自己就偏向喜歡那條路 之前女兒未懂得走 我就推車或背著腹重上山 比較容易處理 她沒有那麼多樓梯 全部都是斜路 如果工作沒那麼忙 我都會有三天時間做運動 週末日可能是兩天 週末就是一天跟女兒一起上山 如果她跟女兒的話 夏天我們很喜歡游泳 現在我都會開始 雖然她未懂游 但我都會開始跟她接觸多些 下多些水 讓她不怕 自己都很喜歡游泳 因為游泳很舒服 其實都是全身的運動 另外 自己很想試的就是網球 因為網球都是講求全身鍛鍊 很想很想學 因為我見到很多女生打網球 她們整個身體的線條都很漂亮 不會說不均勻 哪裏粗些哪裏幼些 整個身體的線條都很漂亮 其實我是容易胖的 我從小到大 從入行做模特兒開始 我就意識到這件事 還有我骨架比較粗 所以以前是剛剛入行的時候 減肥都幾乎健康 就是不吃東西 有一次真的暈倒了 所以就覺得這樣不行 不如吃一些健康一點的東西 然後做運動 這樣就好一點 還有我覺得是生完小朋友之後 體質好像有點不同了 沒有那麼容易胖 又或者可能真的做媽媽是累了 我經常都說 其實經常跟她進入主題樂園 追著她和她一起玩 都是一個挺好的減肥活動 以前小時候很進取 很想瘦、漂亮 什麼都不想 然後就有朋友介紹過一些減肥藥 吃完就可以不斷去洗手間 就會瘦 但是那時候是挺害怕的 因為你這些很難控制 有時候你在街上或者做一下 你就會發覺好像不太健康 這件事 所以最後都試了 一會兒就覺得決定 還是剪掉了 不要再這樣依賴下去 有沒有試過偷懶不想做運動 當然有 但是沒有 我覺得幸運工作 是真的需要去鍛鍊好一個好的身體 一個身形 然後現在做了媽媽 就真的不會偷懶了 因為身體健康很重要 我真的想長命八歲 看到我女兒、兒子 長大成人、畢業 很多人生不同的階段 所以我現在的身體健康 除了為自己 是為了家人 這件事真的很感謝我奶奶 我奶奶是一個很養生的人 她跟我說她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自從她每天早上 用不同的水果 混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果肉 空口飲 的時候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回頭都不相信 我心想 我都試過很多東西 都不行 我就乖乖地跟著 先喝杯暖水 然後做早餐 真的可以 還有 水果有很多維他命 皮膚都會保持美 所以我現在是離不開 我就算去其他地方旅行 如果打不到果蓉 我也會買很多不同的水果 平時用來打果蓉的水果 我就會買來吃 吃了它 以前年輕的時候 經常都會買些薔薯回來 但就是放在這裡 過期就等了 但是到真的30歲 我跟其他同齡的女性朋友聊 大家都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每天早上做 真的很乖 因為有時候我們 真的太忙了 你未必能吸收到足夠的營養 但是你薔薯 你有每日所需 然後自己又會再 吃一些好的營養補充品 其實我 生完小朋友之後 我自己都注重了健康 我自己很喜歡吃 以前我很喜歡吃煎炸東西 或者喜歡吃麻辣火鍋 現在都少吃了 通常晚飯 或者因為要跟小朋友一起吃飯 我自己都會注重健康 就是減少油鹽糖 甚至乎坐月的時候 我是走油鹽糖 是因為 一來要 breastfeed 二來我不想坐月 人腫了 所以就 我覺得其實吃完 原味也很好吃 只要食材夠鮮的話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地 就是拍攝的電影 有很多都跟社會預計 或者一些我們需要關心的人士 是有關的 之前《飛同牌》 就是一些SDN的學童 現在八日之下 就是希望大家 關注一些殘疾院社的人士 或者是一些老人家 除了關心他們 我亦都很想 希望大家多關心他們的照顧者 因為 都真的很大壓力 而都 是比較難的 因為可能社會上的 協助不夠多 希望我們的社會制度 可以再更加完善 有更加多東西 可以幫助到這一群人 讓他們的照顧者 都可以輕鬆一點點 所以大家 如果認識一些照顧者的時候 都可以多些體諒 或者多些關心 以前我就會盡量 希望自己 24小時都在那個角色裡面 不要抽離 就會覺得好像比較 有信心 我在那個角色裡面 但是現在沒辦法 即是我 收了工回到家 我一定是回一個媽媽 但我發覺原來這樣 心情上會更舒服 特別是八日之下的時候 其實我每一天 回到家裡的程車 我也覺得心很難過 但一打開門 女女就衝過來 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覺得 咦? 我的心情比較舒服 所以 非常感激我女女 女女其實是一個 令我心情舒緩的人 是一個人 喂喂喂 看完片別走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健康和養生資訊 陪大家追求健康 享受精彩人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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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